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5日签署第八号主席令 第八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3年7月25日的决定 一 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二 免去义刚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潘弓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5日签署 好 评论没有了 就是这么多了 评论精选了 评论精选的意思就是不太想让评论 那咱也就不好说啥了 那这里精选了吗 显示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说精选的意思就是 当然精选有两种情况了 一种就是也会展示一些个 就是被选择以后的嘛 这个就是精选的 这个一条都没有 那么在这个词条里面 比较重要的人物 秦刚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 有一个叫老纪送军的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都是秦刚外长职务被免去 这正是这只是正常的工作调整 大家不要听信外网谣言 免职不是侧职 并不是处分 只是说不当这个官了 不影响他再去当别的官 净化网络环境 不信谣不穿谣 这个家伙叫老纪送军 让他当妨碍人好了 是吧 这么最会讲话 人才 我看看这个家伙是谁 粉丝其实一万 关注了一万六千个人 南京城墙志愿者 是够强的 大脑可以把墙瞌碎 你看 这是他的背景 这是他的说法 大家不要不洗 要不传谣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好像他要给安排工作 给清刚 这样的人 不知道他的私生活 是什么样子 不要不砸 参加 谢谢观看